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如果你聽到背景有些雜聲的話 其實是一個冷氣機聲 之前我拍片都會在色冷氣拍 但最近天氣實在太熱太焗了 所以沒辦法,我開著冷氣 我現在都在出汗了 所以如果大家聽到背景有些吵的話,不好意思 今天這條片會是我四、五月最愛 再加上一些新的精華review 為什麼會合得這麼集呢? 因為其實我四、五月不是太多最愛 我沒有買一些新的化妝品 所以就把它這樣group在一起 有什麼新買入的東西 有什麼喜歡,有些精華一點的感想 都可以一次過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這個題目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由最愛開始說起 前幾個星期有條片 我跟男朋友試吃這個鴨血冬粉 那條片播出之後 其實我是入手了另一個牌子的鴨血寬粉 完勝的 我覺得如果你有興趣那個冬粉 或者你本身喜歡吃那個冬粉的話 你不妨試一下這個 真的... 真的好吃很多 我完全沒有想過再買那個冬粉 那就是這一盒 它是老媽半面出品的麻辣鴨血寬粉 這個鴨血寬粉的湯底是更加貼近台灣的麻辣火鍋 比較香麻辣 然後辣到中小辣 它不是沒有存在感的辣 但也不會辣到我不停噴火要喝水那種 然後之後的鴨血也是台灣的那種 香滑 然後煙韌 我自己本身呢 個人喜好是喜歡吃寬粉多過粉絲的 最重要呢 它是不需要找代購去買的 香港在HKTV Mall 或者在Peter那裡已經買到的了 我買的價錢是大約64元 那所以我覺得 所有東西都是完勝的 那說起煮食呢 其實我也是個很懶的人來的 我喜歡煮食 但是我不喜歡洗碗的 那所以呢 我經常都會尋求一些方便自己的工具 例如呢 我最近 也不是最近的了 我早前就在12元店 你看 它比我小的臉的 這個小鑊子超好用 它是那些熱潔鑊質地 那些不會黏底 容易洗的那些 那我自己早上 譬如想吃一個炒蛋 或者煎蛋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鑊去煎的了 而且它是可以用在電池爐那裡 也很方便的 大家去12元店可以買 不過它不是12元的 它好像是25元這個價錢的 但我覺得25元呢 可以令到我不用洗大鑊 是超划的 第三樣東西就是這雙杯 我給我近鏡大家看看 是不是超級好愛啊 這邊是有公仔 然後他們的背面是有表情在的 那他們其實是一對啤酒杯來的 這一對杯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他都很了解我 因為我都算是半個酒櫃 這個杯就剛剛好放到一罐啤酒 就算你不放啤酒也好 你放其他東西 然後加一支飲館也是很漂亮 但是我知道它是在韓國的 在Kakao Friend Store那裡訂購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能也要去找些代購才會容易買到 然後我最近新購入 就會是這個Switch的Ring Fit 因為我真的胖到一個自己接受不到 還有我男朋友已經說我比起微半 這個level再高一級 所以我都真的要減 我打算做30天這個Ring Fit 看看自己的身形有沒有什麼很大的變化 是不是真的可以瘦到 我買是950元 在灣仔那裡買的 但是我覺得早買早享受 減肥快點減 如果950元是可以幫到我保持身形回來的話 我覺得起碼比去Gym Room 所以我就試一下 我現在做了第六天 感受是覺得每一天都爆汗的 其實我都是做30分鐘左右而已 但是它減的Kalorie我知道不高的 所以不知道減肥效果是不是我理想中想要的 如果30天之後是有很好的變化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到時 好了 分享完一些生活上的最愛和新購入的東西 就來到精華的部分了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這三支的精華 有兩支就是香港的小中品牌FATTIVE 大家都很想我說一下這個牌子 還有我剛剛收到 我想都收了兩個星期了 Kiehl's Super Serum 跟大家說一下我的感受 我手上這兩支就是FATTIVE的保濕精華 以及一個美白精華 收到的時候 我看到它後面寫著科學員的地址 以及Project of Hong Kong 兼且它們是一個黃點 印象分真的加到爆棚 但是客觀來說 其實有一支我非常喜歡 超喜歡用 但是另一支我真的是一般一般的 我現在就先說了我喜歡的一支 就是這支EAA20的美白抗氧精華 給大家看看FATTIVE這個瓶身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像The Ordinary 無論它顏色的色調 或者品牌的名字 放在中間 甚至乎它們的產品名 都是用成份的名字來做 真的超似整個Style 但是我覺得它也是一個改良版的瓶 因為The Ordinary 它是泵泵頭 很容易泵到空氣 裡面的產品是很容易接觸空氣的 但是FATTIVE這個 我給大家看它們的開關 是超好的設計 我第一次遇見的 它一邊拎的時候 它上面是會自己扭開的 然後已經是有一泵的份量 泵好了 那你下次關上它的時候 它又會自己扭進去 自己泵回那些份量 是完全不需要自己去教份量 或者怕份量多或者少 所以是超級喜歡這個設計 我買的時候 它是有這個簡介送來 它就告訴我 EAA是一個新一代的維他命C衍生物 所以它跟傳統那種維他命C是不同的 以前我們用的維他命C精華 你開了之後 本身可能它們的產品是透明或者是淺黃色 但隨著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它就會變成深黃色 或是橙色的 它會氧化得很厲害 所以以前的維他命C精華 你盡量開了之後 要一個月之內用完 但是這一款新的維他命C 它就沒有這件事了 我開了也有兩三個星期 它裡面依然是透明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沒有任何的顏色 它是改善了這件事的 而且它真的做到一個美白和均勻膚色的效果 我臉現在是白了很多 雖然現在我化了妝 你沒辦法 但你會看到真的差超級遠 其實頸都看到 因為我頸都有塗上 但我本身頭的三四天 只是塗臉 我發現不行 很值得 所以我後來就要連頸都塗上 不然我就兩節色很厲害 但我發現它做不到蛋斑 以及它做不到黑眼圈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想整個臉色 去黃美白的話 這支針是非常有效的 另外在同一個牌子貼貼上 我買了這個HA3和B5的保濕精華 我自己就一般了 它聲稱裡面有四種不同大細分子的透明質酸 我用起來就覺得黏 它擠出來的時候其實也是非常水的 但你推開就會感覺到它有一種厚度在這裡 其實它的延展性很好 它一噴就已經塗到我整個手臂了 但是它需要一些時間去吸收 而且是黏的 大家可以看到嗎 它是有黏起我的肉的 不是一些超清爽的保濕精華 所以日間來說我就不太喜歡用它 但是以晚上來說 我覺得它的修護滋潤效果就沒有什麼 它純保濕 我又不會選到它 所以它的定位在我心目中就有一點雞辣了 最後就說了Kiehl's Super Serum 這支其實也有很多人問我 究竟它好不好用 質地是怎樣的 我這次就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它擠出來是這種乳白色的 你看到沒有剛才的精華那麼流質 它的延展性又是超強 剛才一滴仔已經可以拉到整個手臂 還有說完之後它已經吸收了 超級清爽 很沒有負擔感 很輕盈 所以我喜歡用它 就是用它來打底 然後上面再加其他的精華 但是它的味道是比較重的 我覺得它有些草本的味道 對 那這些就個人喜好 因為我媽媽第一次用它 她說了一句 哇!這麼臭的 但是我自己沒有覺得它臭過 用完之後 它清爽得來 你會感覺到皮膚是柔軟了 細緻了 但是呢 我就不覺得它有那些緊緻 或者是美白的作用 我就不太看到 對啦 這個就是我對這支Super Serum的一個感想 好了 連精華都分享完 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其實因為最近真的沒有太多的東西 可能拍到每月最愛 所以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個形式 又可以說一下一些最愛 又可以說一些其他比較短小的題目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間收音 逢星期日間12點 對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 Bye